我是周玉拓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8点05分46秒 我们在现场来了一位寿司之神 Oh no no 是吃寿司之神的 菜视频 Hello 大家早安 好 平衡而乱的主角人去日本 这个悠悠了一圈 刚好去投票 我猜你是有日本籍去投票了 这没办法 真是 被我揭穿了 被你揭穿了 但是我最热衷投票还是投 看看有想办法加入党 然后来投国民党的党主席 对 就是下次我可以选的时候 我们来世相见 好 今天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题目要谈 当然是日本经过了安倍的一个 他等于是大破大力的 解散国会以后又夺回了主导权 风险很高 可是他这一局是获胜了 我们在台湾有没有人可以学习 这一点很重要 刚刚蔡视频上个礼拜 就到日本去观察选情了 我就 哇 你真是把我讲得实在是太崇高了 对 没错 我明着是观察安倍晋三的综艺院改选 实际暗地里是偷吃一点美食 看他在脸书上写的都是美食 对 你们是组团聚吗 对 就是一个爱饭团 跟着一个爱饭团的 真的是爱饭团 没有胖 变帅了 对 变胖 胖了一公斤多 完全没有 一公斤多回来 三天吃八餐 对 然后在沿路 八颗星 然后午餐 然后沿路上你晓得就看到各种标语 他们也是一样会贴海 他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放海报的 所以你还是可以看到选举的海报 日本的选举很优雅 很优雅 那个宣传是在车上走 然后你看到路人也不太大搭理 不稀奇 我看过一个小的场子 就是他在一个路口 大概有一个候选人 然后身边站了四五个人 就跟台湾很像 都把他拿了个旗子 对 然后就在路口拿个麦克风 跟大家这样一直讲 一直讲 好像都没有那种什么 发动人群啊 招式啊 然后最有趣的是 除了我们这些看起来 像外国人在旁边会看一看以外 我看那个老日都从前面这样子 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 也没人没怎么搭理 然后还有一次是在青山 就是在那个非常有名的 那个精品街那边 看了一部小宣传车 候选人就在车上 在车上拿个麦克风 跟我们然后看到我们 就很高兴 这样一直讲 然后他我也注意到 他是他上面写的生活的之党 就是生活党了 我回来后特别查了一下 还不错哦 他们这个小党 还拿了两席哦 拿了两席 那他们标榜的是一个次世代 就强调比较年轻啊 比较比较年轻 比较比较有活力的 可是看起来 我觉得了 我在那边看 第一个感觉是 蛮冷的 选情很冷 因为刚好我们14号晚上离开 14号是他们投票日 可是当天台东京很冷哦 东京的白天的温度 大概只有4度5度 非常冷 然后街道上 看起来也蛮热闹的 可我看也没什么 没什么选举的氛围 然后后来 今天早上 我特别看了一下 那个果然不错 投票率很低 非常低 才50多一点点 等于两个人都 有一个人就没投票了 像纽约他们市长选举 好像 其实你换个角度来说 我的感触了 顺便讲一下 我说第一个 因为我早上听到你在讲 其实吃东西 饮食是一种文化 我觉得第一个 我的感触真的是这样 就我们去这些 日本的餐厅 你真的觉得 日本餐饮是一个文化 很多老外去 或观光客去 到日本去 是去感受日本文化 他是借着吃东西 感受日本文化 而且日本的餐饮 他都有他的一些仪式 比如说我们去 小野二郎 非常有名的寿司之神 他是不让你讲话的 就是在餐厅里面 那谁点菜吗 对 就是我们是因为 都已经set好了 对啊 对 大家进去大家就把嘴巴闭上 但是因为我们是特别 因为我们去是一个团 所以他会让我们在那边 有一个当地的导游 地盆 不会很吵吧 他会稍微帮我们解释 就这道菜是怎样 然后怎样怎样 轻松轻气的解释 我们在领域上贴的时候 就有朋友说 哇塞 那么好 他说他们去 前后只有大概不到半小时 二十几分钟 二十到 就十九到了 就这样子 一上一上 一上一上一上 然后那个小野二郎 非常酷 脸都不笑的 也不讲话的 也不能拍照 所以我在里面 一上一上都不能拍 但是我们允许 在外面不是有照吗 对 只有在外面合照 但是后来他有允许 我们其中的带 陪我们进去的人 拍他的每一道菜 然后再转发给我们 不让我们失望 你跟他照说 小野二郎只有 他没有拒绝跟你照吗 你长得太帅了 小野二郎只有 只有在一个情况下笑了 就是我太太过去抱着他 抱着他亲的时候 他笑得好开心 原来你们带书委去 就是这个秘密 是不是 好 那我来讲的是说 我觉得第一个是 你可以看出来 餐饮就是一种文化 我觉得我们很自然 所以我觉得 台湾的餐饮 真的要走上这条路 一定要学到 就是你不是要讨好客人 对 你是定一套游戏规则 让客人来遵守你的规则 某种程度之下 他文化跟文明结合 然后他就是一个价值的 这种相互共鸣 而且你定成一个规则以后 你晓得 就是我们所谓的体验经济 Experient Economy 对 就是餐饮是体验经济 就是说我在这里 像你早上有介绍一些 很好的甜点店 餐饮店 是一样道理 就是说我客人进来 我是体验你 给我制定的一套规则 对 然后在这规则里面 你走出来很会觉得说 哇 真不错 好像就自己 人生里面就有一页的画面 那就是一个文化的人结 没错 好 那我觉得日本 那一方面呢 我这样吃的同时 在看日本选举 我另外一个感触是什么 我觉得日本真是一个 高度先进的国家了 它的政治的干扰度 是很低的 也就是说 虽然他的安倍改选 然后那么多政党出来选 可是你看到那个政治的 那个氛围 在一般人生活里面 其实是很小的 第三个我觉得 感慨更深的是 这是来过台湾演讲的 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 对 那我在日本呢 因为我喜欢看他们书店 虽然我日本不行 可是呢 我就随便就注意到 他在日文 小书回来 对他带了日文本的 他日文本也跟台湾 有中文本的翻译 但他们就翻译成 21世纪资本 光是这21世纪资本 为什么不翻成资本论 我就看到好几本小书 日本人自己写的 在解释 为什么这capital in 21st century 不能够说成是资本论 可是我们台湾就把它翻成资本论 所以 也有道理 因为他讲这个资本 所造成的21世纪的现象 而且他们又里面也用了 日文里面他一讲 就是他那个资本 其实是财富的意思 并不完全是capital capitalism的capital 它是个财富 所以他讲 他强调了一种 他这样一翻译以后呢 你再翻这些数字 就觉得说 哇日本真的是一个很知识 很情报的国家 你意思就是说 像我们就卖那个中文版厚厚的 那有学问的人 或有兴趣的人就去看 但是他们当地很多的评论者 他会辅助你 他会帮 比如评论 他们出版一本评论集 这本更有趣 还叫问答问答 然后还出一本小册子 就怎么看懂 怎么看懂这个皮凯提的这本书 然后他有20个问题的问答 其实朱敬一写了一篇文章 放在书里面 我们是放在一本一篇文章 那我还讲的重点其实是什么 我们把这图能合并起来 就可以发现 第一个 他们的政治干扰力 政治干扰力是很小的 人民的生活是在社会系统里面 是很强的 第二个 他们对任何一种外来的知识 他们会花很多时间去诠释 给一般人让你了解这是什么 第三个 我觉得很重要是 他们的体验经济做的 比我们高明多了 我觉得这三个合并起来 就是我觉得日本 真的之所以成为日本 恐怕在中国 在有一大段很长的时间 中国都很难追的 虽然他的经济体已经追上他了 可是文化的脉络 台北要跟东京比很难吗 我觉得我们的某种小确幸 如果再努力一点有机会 那我觉得科幂就不能只吃便当啊 没错啊 而且就算你吃便当 你也要这样想 我们在逛日本的时候 日本人的便当更是千奇百怪 我在日本曾经在一个车站 上一次去 在一个日本车站 在 东京池 我刚看他那个 他呈现出来的便当样本 我就跟我太太说 天哪 一个小站有四十几种便当样本 你说这文化是不是 做到极致到不行了 对呀 所以我说 干嘛文化局长需要特别去邀请吗 我是选来选去 这个背景 那个背景不必了 你知道吧 别的国家的那种所谓的体验呢 的这种经济发展到极致 其实就是生活的极致 就是人的品质嘛 对不对 没错 马上回来了 幸福的菜食品 他给我们讲平心而论 今天的早上平心而论 三天美的 Coco早餐 平心而论 好 就在这个蔡世平先生 吃这个日本的 吃了八颗心嘛 三天吃了八颗米其林 为书伟过生日 书伟生日快乐 蔡世平你不要这样子 每个女生都想嫁给像蔡世平这样的先生 不是麻烦了吗 所以现在就 别人庞白问我说 大哥你昨天晚上才回来 今天就不用来 我说不行 还是赚你的通告费好了 略无小补 太棒了 你的那个卧瘦是一个 不无小补 太棒了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这个 所谓的体验经济 对 我觉得这就是体验经济了 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城市的 成熟度到某种程度 我觉得台北 它还在那种丛林当中 特别是我们的领导人们 都没有那种生活之美的追求 这一点是还麻烦的 你讲的这个太好了 你知道吗 我在去的路上 在去的飞行路上 我看了一部 那个卢贝松拍的Lucy 她在台北拍的 其实还有意思 电影 我们先不谈电影 电影本身 我觉得那是 卢贝松在用电影 在像我们写作一样 她在谈她自己的哲学 一种科技 一种探讨一种哲学 就人的脑 如果开发到全脑的话 基本上就是上帝 还蛮有意思的 那是再不谈 但我太太说了一句话 我太太说 你不觉得她把台北拍的很丑吗 好 那我就回来 我再讲一个重点 你刚刚提到体验经济 我看卢贝松这个画面的时候 再回头想一想 我也真的觉得 台北的街头 有它美的地方 卢贝松有些角度 也拍的很漂亮 可是 他也不能回避台北的现实 就是我们的摩托车 满街摩托车 这实在是一个 很你晓得 很奇特的文化 就是说满街摩托车的 另外一个含义 就表示 我们这社会的 大众运输系统也好 我们人民的这种 搭乘大众运输系统的习惯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 在迈向未来一个 节能减碳的一个大环境里面 其实你晓得 这种摩托车满街的文化 它基本上是有 是有很多 还可以再次的 我们去反省的了 好 那我讲到这里就是说 因为你刚刚提到了 包括柯P 我的一个强烈的感觉是 如果要让一个城市美好 体验经济 怎么样让人家来体验 可那个体验 它有两个含义 一个是说 你定出一个 很好的游戏规则 让别人来进来这个文化里面 比如说你去京都 每一个人几乎到 我在路上也看了一本 蒋勋的舍得跟舍不得 这本书 蒋勋其中有一篇文章 讲他的京都的体验 就是说在京都的时候 走着走着 那个钟声 钟声响起 所有的路人就会把耳朵 回向那个 那个叫永观寺 然后往那个方向去 然后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一种 赞叹的表情 就是有点像夜半钟声 到客船那种感觉了 可是我自己就说 一个城市 要能够塑造出这种文化 这种体验 它才是有意义的 否则的话 大家如果来体验 老师就是夜市 就是看到机车 我觉得我们应该升级了 对 就是我们讲对了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体验 慢慢的 一个市长应该要慢 不能说老师 老师迁就这个现实 你要慢慢去调整 比如说 你的下一步 是不是能够把所有的机车 改成电子机车 电动机车 环保机车 然后让他整个改 就变成说他不是标速的 他只是代步的工具 我们在上海北京看到是这样子 他们的摩托车全部是电动的 那转成电动的另外一个含义 就是你的产 你的产业就变成的是 电动机车产业出来 当然就是这些 其实他某种程度 就是价值的下一步的追求 没错 就是追求一种价值 好 我们进一段广告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平行而论 8点33分18秒 我是周玉寇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coco早餐节目 我们礼拜一平行而论 主讲人赛视频 先生在现场 好 我们现在回到这个 国民党的这个惊心动魄的 10天的主席之争 终于最后朱立伦突围 拿到了这个 做党主席的入场 却现在他同俄竞选一个人 应该1月17号以后就是党魁了 可是他是新北市市长 然后新北市 现在又是民进党 这个议员居多的这个状况 没错 他会很辛苦 对 你觉得他 就是说他抛出来这个主张 让很多人不能反对 比方内阁制的修宪了 降低投票年龄了 不在即投票民进党大骂 他们是这个玩这个透机 对国民党比较有利 可是现在看起来 好像他还得到了 相当程度的社会的回应 因为毕竟有改革 你怎么看 我想国民党 在这次大选里面 九合一选举里面 国民党惨败 那当然反映了 第一个对政绩的不满 对马英九总统的 不信任的一个投票 另外一个含义 当然就是对国民党本身 这几年来 我停滞不前的一种反弹 那今天这个联合报 有一个标题 说在一板头条的 日本众议院改选 安倍大胜之外 他旁边有一个 有一个选后解谜 就悲情国民党 三年掉了一百九十万票 一百九十万票 就差不多两百万票 然后一百九十万票的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挫败 就是六八九万 马英九的六八九 变成四八九 那换句话说 你乐观一点想就是看到了国民党的铁票了 真正的铁票是多少 但是悲观一点的看的话 就说你为什么在三年多的时间 你丢掉这么多的票 这里面当然我刚刚讲过 有对政绩的不满 有对马英九的不满 但一定有一块是对国民党本身的不满 那对国民党本身的不满里面 这就是将来的党主席 如果朱一伦顺利当选的话 对他的一个最大挑战 我觉得他挑战来自两块 第一块是在党政之间的关系上 所以你看他这两天抛出来的 不管是到底对一党理政呢 还是怎样怎样 党政分离还是怎么样 OK 就是他都会碰到一个困难 就是政府不在你手上 政府在马英九 马英九跟行政院的这个体系手上 而党是另外一块 而且现在党主席已经不参与了 以前马英九这些党主席的时候 还要求政务官要来出席国民党的中常会 好像这是第一次中国国民党的总统 不兼党主席 而且另外有一个主席 在历史上有历史上有就是在蒋介石的时候 蒋介石跟李宗仁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总裁掌握所有的大权 那是一个以后历史上就几乎上是没有 还有勉强一块就是那个蒋经国跟那个 严家干 不过那也是一个过渡期 那是因为严家干自己非常刻意的牵液压抑 好那如果回到现在的历史来看的话 就变成说现在将来在这一年多里面 朱一伦一定碰到一个一个政的问题政治的政 就是说他怎么样跟一个政府完全不能不在他这一边的这个情况下 他跟马云九主导的政府之间要保持一个党政的合作 他昨天很强势 他说我是党嘛 那如果政府的政策违背民意 他的党会跟党籍的立委 想办法做导政啊 这一点那个马总统的人马听了以后蛮火大的 这是他唯一的机会 就是说什么 他掌他掌控党籍的立委 你晓得因为他我觉得朱立伦现在敢讲这个话 是因为经过这个选举之后 党籍的立委反弹也很厉害 对 党籍立委对于马总统对于这次用用这样子的改组方式 来回应选举的民意 很多人都不满 你看那些平常都形象拍的丁守中啊 每个都哇哇叫 那平常本来就很凶悍了 李庆华讲得更凶了 所以你看出来我觉得朱立伦这一块 是他抓到了一部分的党里面的党籍立委的名义了 好但他的困难我刚刚讲过了 就说他还有另外一块 他即使想这样做他还有另外一块 他跟王近平的关系如何 因为王近平这一块 就说你将来不管是修宪 对他朱立伦势必要跟王近平有一定的妥协 否则他掌握了党籍立委 第一个他没有办法掌握全部嘛 第二个就算他掌握了全部 他还没有办法到修宪的程度 修宪这一块还是要看民进党的态度 民进党那一块能怎么样做 那王近平的角色就很重要了 他怎么样来调和鼎奈 让国民党里面的朱立伦的立委 朱主席领导的党籍立委 跟民进党立委能够朝向一个内阁制的修宪 我们简单讲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困难 第二个困难我觉得是党 党本身的困难 很简单 他如果上来以后 民进党一定会抛一个议题给他 你党产在马总统当马主席的这一段任内 始终没办法解决的 你朱立伦能不能解决 如果你不能解决 你不过跟马英九以前是一样的 都是骗局一场 所以朱立伦朱主席的第二个困难 就是他对党产这一块怎么解决 那假的党产这一块是非常棘手的 我当过国民党的党 就是党产改造委员会的 是吗 对对对 因为他这时候找了几个非党 无党籍的 他们找你去给你看 我当时跟 我记得跟盛志仁 我们当时就说不是国民党党员的人 我们在那个委员会里面有 就已经可以知道党里面的那个汉主的力量 就说马主席讲什么 跟党里面的人讲什么 是两套 党里面讲说 哎呀主席他当家的 不知道持家的苦 对对对 然后就告诉你说他没办法动 因为他这么多 这么多人要照顾 这么多人什么 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 我还特别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游锡坤 当民进党党主席 然后我就开玩笑讲 我说人家民进党每个月都要给银行借款 才能够维持一个党 就你国民党是作用这么大的一个党产 然后还有党的那个配息可以使用 一年股息又累二十几亿 你要怎么跟人民讲说 你这个党是比人家更有为更清凉的 对不对 就是你晓得这是一个大大的困难 所以我觉得党跟政这两块 一定是未来的朱立伦要处理的难题 而且如果我再两句话 他如果没处理好 对他挫伤 一定是回过头来挫伤他的形象 你晓得党是一个很麻烦的机器 对 民进党也是一样 过去几个民进党党主席 也是因为党主席的关系 纯粹党主席在在野党的时候 弄到最后遍体鳞伤 不管是许新良还是明德 都是这样 所以朱立伦要碰到的第一大问题 就是党产党的改革 对不对 第二就是说他跟马英九的关系 还有他跟民进党的关系 但是他这个在脸书上面声明的时候 他抛出来的是修宪 所以他修宪获得的是 还蛮社会蛮正面的回应 蔡英文也不得不如此 这个来有所这个呼应 所以他昨天脸书也说 就是国事会议 那他也不能够否决修宪的必要性 所以视频现在看起来 好像台湾这个 至少政界的很多的政治精英 意见领袖 政治评论家 都认为已经进入了一个 权责不分的一个体制 要修正的时候了 你认为这个氛围 对朱立伦来讲 会是一个好的现象吗 他当然可以善用这个氛围 可是我觉得还变数还在哪里呢 第一个 马宁九的态度 这第一个 因为他毕竟是现任总统 第二个 蔡英文的态度 他好不容易2016 他有机会 拿到入场券 拿到入场券 就你们现在要来 要来封住 没有啊 朱立伦说2020才开始 那除非对 就是你设定这个条款 就是整个制度是在2020 对 那你有很长时间慢慢去酝酿 不 我觉得民进党很多人想在2016就赶掉蔡英文 我们要进广告 回来我们再来解释 这个所谓的修宪 他其实是可快可慢 因为台湾的那个 我们的立法院可以一个晚上处理 那个几十个法案 那马英九的态度 他是总统 他的态度其实可以提高 如果他现在来呼应修宪 不是对他历史定位会比较好吗 为什么他要讲 他昨天人家蔡英文 脸书写完以后 他叫蔡英文到总统府 去跟他对话 就蔡英文说两个人谈 没什么好谈的 蔡英文意思就是说 你又不是党主席 我跟你谈什么谈 对不对 马上回来了 朱立伦唐 做中国共产党的主席 对于不管是党的改造也好 或者说对台湾的政情 会不会有一些契机呢 立刻回来了 好8点46分12秒 平心论主讲人蔡世平 先生在现场 视频其实对民众来讲 政策的顺畅推行比较重要 我的生活要有感 要薪资增加 毛泽国那个好像有点释出善意 可是双方的两个政党的竞争 跟国民党内部的斗争 一定会白热化 那未来这一年应该不平静吧 好我先来讲一下政策的讨好 你晓得吗 日本这次改选的时候 其实在野党之所以输那么惨 也是因为第一个 在野党太弱 所以有时候你不能不承认 有时候是气势的问题 就是说你的命蛮好的 就碰到在野党很烂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民众 可能相对来说 民众对于现实生活的感受 他还是在选票中 还是可以表达的 这是民主政治某种困境了 我想待一阵子的困境 就说我觉得生活并没有改善太多 比如说我这次去日本很明显 我们说安倍的三支剑 前两支效果很好 比如说日币贬值 你可能晓得 所有进口东西很贵 真的很贵 因为我喜欢看 因为我喜欢看酒 所以我看酒是最明显的 就是说所有进口的 养酒的价格都非常的贵 因为它的日币贬值 所以它非常贵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 在日本你还可以看到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它的消费税 消费税真的很高 还要提升 对对 我们买任何 大概我估算了一下 大概七到八之间 消费税 也就是说你买一百块钱 你要多付 大概七块到八块左右 那我们是因为外国人免税 所以你一算那个钱 就可以算出来了 所以你可以晓得 日本人为什么 他一定程度上 因为消费税的关系 他就不消费了 第一个东西很贵 进口东西都变贵 第二个他有消费税 所以他连带来说 安倍的这个政策 被骂得很惨 就是你又要 又要刺激经济 结果你又要搞一个消费税 所以安倍这次也被迫 在改选前 他被迫就说 消费税要延到明年 再延后 不是 延到一年多以后 好 那我们现在回到台湾 你刚刚讲的 毛泽国他们这个内阁上来 他的确 他们说起来 第一个他们也不是笨 他们单知道说 现在这个状况能够上来 也是看马的意思 然后人民的反感很大 所以他们来的一个什么 因为油价降低 所以要减降电费 对不对 好 可是我们现在回头想一个 你这样人民真的领情吗 我告诉各位 答案是不一定 因为物价也不见 大家可能会更生气 就是说早知道如此 你为什么当初涨那么多电价 以后我们物价都涨了 对 因为现在物价是不可能跌 它跌回去了嘛 便当八十块九十块一个 一百块钱一个 他不会说因为这个电费减少了 油价点少了 我便当钱回去 你去买饮料 那个牛奶涨了几块钱 他会回去吗 不会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这个内阁 只能用小恩小惠 来回应民意的话 他其实蛮惨的 真的蛮惨的 好 那我们现在回到了台湾 我觉得朱一伦 如果国民党未来 在这个状况下 马现在的困境 是照这两个新闻来看 他现在最大的困境是 他还以为他是二零零八零九 或二零一二刚选完的时候 那问题是已经不是了吗 你觉得他还不知道自己 我觉得 所以当你现在要要求 说希望蔡英文能够到府里 跟你谈一谈的时候 蔡英文一定会认为说 现在是我的气势比你高 就跟辩论一样 我如果摇摇领先你 我干嘛跟你辩论 一定是弱势的那一方说 我们来便便看 便便看 看能不能拉台声势嘛 那更何况 我觉得蔡英文也一定 从过去的教训里面 也尝到教训了 二零一二他们不是 也选举过 也辩论过吗 辩论完之后 是马的真是还上去了 所以我觉得对蔡英文来讲 他当然何必 更何况 现在这个国民党的形势 也在变 国民党的第二颗太阳 已经慢慢的上来了 那对蔡英文来讲 我干嘛要把球 做给你这个老太阳 我当然是做给第二颗太阳了 是马英就昨天叫人家 进总统府 就是一个讨骂的举动吗 是一个形式的误判 或不了解自己 在选后的低迷的状态 但换个角度来说 他也许想用这一波来拉台吧 对 但是问题是 因为他是误判 所以你拉台不起来 那但是这个球呢 对朱英文来讲 朱英文也要很小心 因为朱英文现在固然 有大家期待 他变成国民党的第二颗 新的太阳 可是他如果处理的不好 我刚刚讲过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党产这是很棘手的问题 前面几任党主席 都没有处理好 马英就也没有处理 也没有处理的很好 那你能不能处理的很好 不他是学会计的 对 那是另外一回事 他懂数字 会计碰到了政治 有时候也很辛苦 那这个让他 最后三分钟 我们到底现在 有没有修宪 把现在全责不分的 这个乌龙双首长制 给修正的必要 所有的观众都要晓得 听众都要晓得 我们的修宪是高门槛 尤其是透过立法院 它是高门槛 所以在这种高门槛的情况之下 你就势必要两党合作 对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预期 假如朱立伦 我们先确定 前提是朱立伦 如果也认为修宪有必要的话 那么我觉得朱立伦 就可以预期 他未来动作 他不会跟民进党翻脸 他也不会延迟的 去批评民进党 他应该会跟蔡英文之间 有一定程度的交好 甚至可能有底下的 透过人去对话等等 去交换意见 这是他第一个 第二个 他要跟王金平交好 所以我觉得 他当党主席之后 怎么处理王金平的党籍案 就是个关键 可是如果处理王金平党籍案 就一定也等于跟马翻脸 对 所以这都是他选择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觉得 我简单跟各位讲 我经过这次的九合一大选 然后国民党的改组 马政府的改组之后 我反而同情了内阁制 因为内阁制 如果是内阁制 我们像看到安倍这个状况 我们在九合一大选之后 就不会看到这种 小幅度的 莫名其妙的改组 你就应该是个大幅度的改组 就解散国会了 对 你就应该是个大幅度的改组了 因为才能够回应最新的名义 所以你支持内阁制 我现在 我刚刚讲 我同情了内阁制 对 我觉得现在如果要往推 但是朝野一定要有共识 是不是想往这方面走 否则就很可能 到时候你想 内阁制变成政政 内阁制变成一种 政治斗争的手段 不过这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台湾人很爽选总统 他总统要有权 一种是 现在这个总统权力太大了 所以要截至 你看朱立伦最近的 这两天的讲话 我虽然在日本 但我上网去看 他也在讲了权责不服 对 他表示说 表示说这一次九合一大选之后 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说你输成这样 结果你改组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干净 居然让行政院长下台 然后你这个主席 最后此主席 你总统还在 对 然后整个内阁 几乎也就是小小调两个 两个人而已 没有换 没有换 所以说你会让大家觉得说 那这样要民意 你可以不care民意 可是内阁制是不可能的 内阁制 你看安倍他宣布 这个消费税延后之后 他马上做个动作就是 我该选 我让民意来证明说 我这个动作可不可以 我选上了 消费税就可以提升了 对不对 你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是觉得准内阁制 会比较好 可能对人家的培养会比较 我们的立法院的形象太差 那就是内阁制的时候 好的委员就会进来 如果他真的变成内阁制的话 就变成说 你就不可能这么烂的人 选立委了 我们的人民会怀疑说 这种烂立委 让他去阻格很麻烦 但是因为你是内阁制以后 你就不敢提这些人了 因为你的阁员 要从这些立委里面去 拿出来当阁员 所以你势必要把更好的人 放到内阁里面去 放到议会去 这个方向还是对的 这方向可以思考 我觉得在未来这件事 你晓得台湾谈太多政治 没有谈太多的理想 或者是理论 你讲得很对 理念跟制度是下一波 这个主理论 参议竞争的主题 利用这机会 包括Qing节目 都好好地反复地来谈 是好事 非常谢谢 谢谢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